最近民報丟了很多獨家消息 獨家消息都跟民黨有關 他今天又丟了一個是 一個資本額只有50萬 而且他只有一人公司 居然得到農業部上億的補助 寶傑哥 有一個俗言叫做 阿 兩 咖 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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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雞人已經破坑了 這家公司叫超私 那為什麼要講這家公司呢 因為這家公司的資本額 真的只有50萬 因為他這邊有登記有沒有 50萬的資本額這其一 所以並不是一家大公司 第二寶傑哥他什麼時候成立的 什麼成立 他在2020年的9月5號才成立 去年9月5號 到今天這樣算 連一年都不到對不對 所以他是一個新興的公司 剛剛成立 而且資本額50萬 但是他負責了 我們台灣去跟巴西買的 非常多的雞蛋 而且你知道他雞蛋 是132萬顆的雞蛋 四個大貨櫃這樣買 那一個小公司 居然才成立 他馬上去買雞蛋 你買雞蛋之後呢 你知道大家講說 那你這樣就得到了 因為當時是因為 雞蛋你從國外買來以後 包含運費等它貴吧 那貴農委會就要補助 現在在農業部了 一直講錯 他在中央續產貴 那你今天補助這個錢 花了錢以後 你要把它那個價格 壓到平價以後 民眾來買嘛 可是你要知道 今天這件事情發生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開始 跟巴西買 雞蛋的數目 從原本的有沒有 2023年今年4月的 原本是5公噸 一下子變1300公噸 這麼多 對 因為那時候 陳其中講說 我們要跟國外買雞蛋 所以巴西是其一嘛 那這家超司呢 他特別買巴西 你要注意看喔 保傑克 他裡面去買的巴西的雞蛋 通通都跟超司有關 有沒有 這邊只要是跟巴西有關的 巴西 巴西都是超司 所以他一個專買巴西就對了 那今天呢 你這家公司 只有50萬的資本額 而且你去年9月5號才成立 為什麼你負責要買 為什麼農委會會 要求或拜託這家公司去買 這家公司再跟他買來以後 然後把那個價格壓低3.5塊 一個雞蛋壓低3.5塊 再賣給我們老百姓 所以我們中央政府 是要花那麼多錢 只是中央政府那個錢 不是給這家公司 可是問題是這家公司去買的 對啊 他是沒有直接給這家公司補助 可是這家公司用那個價錢 賣給中央續展會之後 中央續展會呢 再把價格壓低一半 讓你有競爭力啊 所以我們的政府確實花了這些錢 但是他可是不是補助到這個 所以林北好友才特別寫的文章 他說農業部厲害 是遊戲 文字遊戲的高手 他跟大家講說 沒有把錢放到家公司 那是沒錯 可是有沒有花這個錢 有啊 有花這個錢 只是不是交給超市 可是超市賣給中央續展會的 這個雞蛋的價格 是我們紅白星買來的價格 確實是比較高的 超市買的蛋 給了中央續展會 中央續展會就中間又拿了農業部的錢 中間的錢了以後 我就可以高價買超市的這個蛋 蛋了以後呢 我在低價賣給這個蛋商 蛋商了以後呢 農業部就吸收中間的差價 看起來我先不是給你 可是這就是一個 不被賠本的穩賺的生意啊 所以農業部發了一個聲明說 這是錯誤的新聞 農業部沒有補助他上億元給超市 但超市確實賺到了這個 買巴西雞蛋的錢 reset 你 我想一下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